今天是腊八节 也正好是农历大寒 天气非常的寒冷 你看我家的阳台上已经有一层薄薄的雪了 外面的风也特别大 看我家菜园子里的菜也沾上了雪花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如何在寒冷的冬天 来烹饪一道热气腾腾香喷喷的腊八粥 我这里主要取了十种食材 包括豆类还有坚果类 还有红枣以及葡萄干 包腊八粥时 一般水的用量是食材的四到五倍 将所有的食材清洗干净后 转入电饭锅中 这次我用了一个韩国牌子的电饭锅 叫Kaku 它非常方便 它有一个包粥的程序 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分享这个视频 这道热气腾腾的腊八粥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我的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